历史在演变 人类在演变 权力的形态在演变 就会出现了一些领袖 他变成一种祸害 像美国文学家艾莫生所说的 所有的英雄最后都令人厌恶 因为他变得很恶心人 近代的领袖里面 有些人他变得越强大 就变得越恶心 可是还有一种领袖 他变得不强大了 他自己变得江河日下 可是也继续在恶心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曾经是中国的统治者 可是后来他丢掉了他的江山 按照所谓中华民国宪法的领土规定 严格的说 在1949年 蒋介石丢掉了 千分之三的江山 只剩下了千分之三的江山 千分之九百九十七都丢掉了 就是说他只剩下了台湾 丢掉了整个的中国大陆 按照长情 你丢掉了你的真正统治的地区 你应该觉得很没有面子 应该有所反省 可是蒋介石在中国千分之三的岛 就是台湾这个岛上面 还是老脸皮厚的在宣传他自己 吹嘘他自己 把他自己当成无所不知的神 而跟着蒋介石来台湾的 他这些走狗们 这些鹰犬们 也不要脸的在吹他碰他 我敢说 在台湾岛上 能够站出来 揭发这些事情的人 只有我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写了七本书 来揭发蒋介石的真相 又写了两本书 来揭发蒋介石儿子的真相 又写了两本书 来揭发国民党的真相 我这样努力是告诉大家 蒋介石固然可恶 固然无耻 固然后脸皮 可是那些吹捧蒋介石的 这些走狗们 也是同样的 可恶 无耻 厚脸皮 比如说 他们把这个 失掉了中国的 就是外国的 历史家 写书 说那个失掉中国的人 就只指指 就指蒋介石 蒋介石石掉了中国 在中国东南的一个岛上面 还在越武扬威 他的走狗们就不断的吹捧他 把他描写的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他涵盖了各方面的 专家的那种顶尖的名誉 我搜集了很多这个书 现在呢 我把这些书啊 封面 拿美工刀把他切下来 一张一张啊 贴在我的这个大字报上面 书呢 书呢 丢掉了 就是像印第安人一样 把你头皮切下来 然后尸体 我不要了 像蒙古人一样 蒙古人牺牲 杀人 杀人的证明呢 就要你的 左边的耳朵 把他割下来 然后证明你杀的这个人 结果蒙古人呢 杀人都来不及了 就拼命的割 割他 见到人就割左耳朵 然后把耳朵串成一船 回去数 你看我杀了多少人 大家以为蒙古人 有精神病 为什么看到人 就要割耳朵 原因呢 他是用这个方法 来计算 他杀了多少人 我现在 随便 把几本书啊 封面割下来 给大家看 看看呢 这是群体的 不是西斯底里 是个群体的肉麻 大家看看 我的简贴啊 这是一本封面 叫做 先总统 蒋公 还终于空一格 文教思想 之研究 把蒋介石 当成这个教育家 当成思想家 先总统 蒋公 文教思想 之研究 封面啊 被我切下来了 然后再看 先总统 蒋公 伦理思想 之研究 他又变成了 伦理学家 研究 蒋介石 封面 那 接下来了 再看 这大罕见 陶熙胜 他们 带头做的啊 先总统 蒋公 财经思想之研究 蒋介石 又变成了 财政学家 经济学家了 我们再看 先总统 蒋公 政治思想之研究 看到没有 又变成 政治家了 再看 陈立夫 他们做的 先总统 蒋公 哲学思想之研究 又变成 哲学家了 再看 先总统蒋公 与中国政治 现代化 我们都看到 这些书 先总统蒋公 与中国财政 现代化 这都是 王龙中呢 后来 在财政部 做过这个 投资 先总统蒋公 与中国法治 现代化 这些 这些书 我把他们的书啊 随便拿出几本来 把它剪贴出来 为什么呢 在电视里面展示出来 有戏剧性效果 大家看 这就是 我把它剪贴出来 大家知道 我的这个 我们用大条鞋 进井 大家看 我把它拉开 你看 先总统 全都叫魂一样 都是先总统 先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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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看一切都是 先总统 讲工论生产 都有研究 先总统讲工 论人口问题 随便 先总统讲工 论社会福利 又是社会学家 先总统讲工 论教育 训育 可以看到 我可以把它 贴成这么一张条 告诉大家 这个肉麻 到什么样的 一个程度 肉麻以外呢 就要给蒋介石 定位了 他到底是什么家 我们看一看 一些说明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就是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 叫古正刚 他说 讲工 是我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 军事家 思想家 和政治家 军事家 思想家和政治家 国民党 驻美大使 董显光 说 我 民族领袖 蒋公介石 为 近代 最伟大之 军事政治家 看到没有 有点头衔 军事政治家 让国民党 国大代表 蒋一安说 蒋公 发明 例行哲学 是 大哲学家 肉麻吧 蒋介石 还是变成 大哲学家 国民党 理论家 林贵普 说 蒋公是 当代世界上 一位 了不起的 大 政治思想家 不但是大哲学家 还是大 政治思想家 然后 照国民党 教育厅长 刘珍说 蒋公不仅是一位 伟大的 政治家 而且是一位 伟大的 教育家 再看 国民党 训导专家 红彤说 蒋公是一位 伟大的思想家 更是一位 成功的 教育实行家 看到没有 不但是教育家 还是教育实行家 然后 国民党 新贵 那时候 魏庸 国民党教授 谬全集说 蒋中正先生 更是一位 推动 行政 现代化的 理论家 再看 国民党 台北市 议会 议长 张建邦 说 蒋公是 都市管理学家 又是 未来学家 哎呀 无所不包 我们再看 看到建筑师 修泽兰 就是在台北 盖了中山楼的 这个修泽兰 他的说法 蒋介石 无疑是 艺术家 哎呀 还是艺术家 然后 蒋福冲 中央 故宫博物院院长 他的说法 蒋介石 还是书法家 照着天宗教的 书籍主教 于彬的说法 蒋介石 无疑是 宗教家 照着 台北市银行 银行 那个总裁 金克和的说法 蒋介石 实在无疑是 经济学家 看到没有 无所不包 什么家 都是他 大家不觉得 很恶心吗 大家不觉得 很肉麻吗 大家不觉得 很怪异吗 因为 这样子 家来家去 所以有的人呢 就变得 我们觉得 不可思议的局面 出现了 过去山西的 一个军阀 就山西王 叫做 阎西山 阎西山 他后来 死在台湾 他说 孔子是什么家 我们说 孔子是教育家 孔子是哲学家 他说孔子 是卫生家 讲究卫生 因为孔子 讲一句话 说格不正不实 非卫生 非卫生而合 为什么呢 古代 这个一块肉 要怎么切法 是有固定的切法 切的不对 孔子是不吃的 所以 阎西山说 孔子是卫生家 讲到这里 大家不觉得好奇怪吗 那我李奥是什么家 你看我李奥是什么家 你可以说 我李奥是历史家 我李奥是文学家 我李奥是思想家 或者说 我李奥是演说家 我李奥是一个 主持电视节目的 这个人 主持人 或者说 我李奥还有其他的优点 比如说 我为了慰安妇的义卖 义卖了我一百件的 珍藏品 我们 卖了 一百万美金 来救这些慰安妇 救这些可怜的 被日本人羞辱的 这些老人家 那我李奥是 慈善家 照刚才的标准 我不但是慈善家 还是大慈善家 不是吗 那我 比如说 我 我以前前妻 我的电影明星的太太 胡一梦 她喜欢猫 她养了一条 这个 她跟我说 她以前养了一头猫 是个珀斯猫 可是呢 她不会给它洗澡 这个珀斯猫 珀斯猫的毛 都很长 就打结了 我就笑 胡一梦 我说 你呀 你不是爱猫家 你是假的爱猫家 不是真的爱猫家 是假爱猫家 因为你不会照顾 这个猫 假爱猫家 她说我呢 我说我 我是 你是假爱猫家 我是爱假猫家 为什么爱假猫家呢 因为真的猫 我养起来太麻烦 我就拼命看 猫的画片 每一个画片 好的画片 我都把它剪下来 所以我是 爱假猫家 所以你可以求我 李奥说 我是爱假猫家 你可以给我很多的头衔 是这个家 那个家 可是基本上 我们要了解 我们对人的评价 大部分都受了光环作用 光环 我们看到那个像 圣母玛利亚 那个像 背后有一个圆圈 就是光环 光环是什么意思呢 光环现象 就是说 你是什么样一个人 这个光环呢 把你扣住了 你往往就是这一种人 好不说 圣母玛利亚 圣母耶稣的妈妈 一个光环 好不说 给我李奥一个光环 大家可能是错误的 好不说 这家伙是会骂人 我李奥 他就给人骂人家 或者会写文章 照中国的刀准 就是文章家 都不完整 可是至少 至少 至少 不要肉麻麻 当蒋介石 这么多家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肉麻出现了 肉麻 总是不好的 那你这样说起来 有没有正面的家呢 有 当年 胡适 26岁 到了 从美国回来 他在北京大学 做过 国文系 就是现在的 中国文学系 国文系主任 英文系主任 英文系主任 哲学系主任 史学系主任 他谈的文章里面 也谈哲学 也谈历史 也谈语文 也写诗 也写诗 也写剧本 也写小说 所以你要给他定位 他有很多单向的 都是非常优秀的 梁启超 就说胡适 说他的家 他的学问太大了 我们要是一条一条 把它数出来 叫做 学问成家数 学问成家数 一家一家来数 他是力气家 他是哲学家 他是语文学家 一家一家数出来 叫学问成家数 所以也有正面的 有很多家 也是正面的 蒋介石这些家 我们看起来是负面的 因为你是个老粗 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条件 可是从正面的说起来 像胡适 他的确每一个单向 都非常优秀的 他是一个学问成家数的 一个多家的这种优秀的人物 李敖 当然也是成家数的 只是有很多我的形象 是负面的 如果从正面来说 我们看胡适 当年的胡适 他有很多的 家可以数 胡适有很多的家可以数 现在我们知道了 蒋介石 如果我们从正面来看他 没有正面 从负面来看 也不能涵盖去 我们用了一个概括的称呼 就是说 他是一个什么 叫做大不要脸颊 或者说大大不要脸颊 或者说大大大不要脸颊 为什么要这样说他 因为刚才我讲过 他是个老粗 冒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他的学历 是日本的初中的成都 学生 他拿了那么多本领 做那么多家 所以 当这些人 他的走狗们 徒子徒孙们 给他这样子称呼以后 我们看起来就觉得 很肉麻 可是 只有向我聊这个方法 把他集中在一起 每一本捧他的书 我把他封面割下来 把他目录 引运出来 贴在一起 大家一看 哎哟 蒋介石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每一个家 他都分到一份 有这种人吗 没有 没有这种人 都拼命说他是这种家 那种家 我们怎么样 盯准呢 就说 他不要脸 蒋介石 是不要脸家 大不要脸家 大大不要脸家 大大大不要脸家 除了这些称呼 我们怎么样的 能够涵盖 这么多家的 蒋介石呢 李敖 宇妙 天下 刚才我讲过 称呼一个人 很多家 有的是负面的 可是 我们也可以正面的 称呼很多人 他有很多家 像胡适 甚至叫我李敖 你讲我李敖 我可以提供你很多 给你参考的 比如说 我李敖还是个 富仇家 大富仇家 我有仇必报的 我曾经讲过 不要相信那些 忘恩 那些 以德抱怨的人 以德抱怨的人 就是忘恩负义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有仇恨的 他不去反扑 这种人 爱和恨不清楚 不分明 所以 以德抱怨的人 就是忘恩负义的人 我们从正面来看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好不说 我所佩服的 新加坡的 李光耀 他是什么家 大家会说 李光耀是政治家 优秀的政治家 当然也会给他 找到很多头衔 放在李光耀的光环后面 可是在我们 这种专家眼里 发现 有一个称呼 是跑不掉的 是适合李光耀的 什么家 李光耀是 语言学家 语言学家 为什么他是语言学家 李光耀可以说 他会 九种的语言 李光耀会讲 马来文 新加坡 国语 是马来 马来语 是不是 他会讲马来语 用马来话 演讲 他会讲 中文 对不对 就汉语 他会讲英文 英文是极好的英文 很典雅的 英国式的英文 他会讲 印度话 印度人 在新加坡里面 是个少数民族 他也会讲 可是李光耀 我们不要忘记 他的祖记 是广东的客家 他会讲客家话 可是 广东的客家以外 他还会讲 三种的方言 广东的方言 然后 他会用十年的时间 学得很好 很好的 闽南话 所以我说 李光耀 他是个语言学家 我们忽略了 他会讲 九种语言 他讲的那么好的 闽南话 他到台湾来 跟蒋经国在一起 蒋经国 我的仇人蒋经国 这是李光耀 蒋经国跟李光耀 在台湾走的时候 发现李光耀跟农民 跟工人 讲的非常流利的 闽南话 就是今天我们有些人 所认定的台湾话 蒋经国 很感慨 说 我是台湾人 蒋经国 冒充台湾人 讨好 也说 我是台湾人 我在台湾 住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为什么 我不会讲 闽南话 而一个外国的领袖 李光耀 可以讲这么好的 闽南话 他 蒋经国开始 有所反省 为什么李光耀 能够讲的那么好的闽南话 因为 新加坡 人口组合里面 有绝大多数 是汉族 而这个汉族人里面 有绝大多数 是讲闽南话的 李光耀 为了族群的融合 他会讲 新加坡的 马来话 印度话 英文 普通话 就是我们的国语 和民间用的闽南话 客家话更不要提了 大家都会讲 可是本来 这个闽南话 不是李光耀的母语 他会花十年的时间 就把它学得这么好 换句话说呢 台湾 这些闽南语的族群 跟新加坡的闽南语族群 都是讲闽南语的话 所以 李光耀 到了台湾 他一听 一讲 就是 像回家一样 讲的就是闽南话 就好像 林语堂 最后回到台湾 在阳明山 蒋介石送他一个房子 现在这个房子 改成了林语堂纪念馆 林语堂在里面 听到起来 他坐在阳台上面 听到隔壁的邻居 那个妈妈 在骂的小孩子 他一边听 一边笑 为什么呢 他骂的小孩子 每一句话 他都听得懂 并且觉得是家乡的音 为什么呢 因为 他邻居的阿婆 不是台湾人吗 可是讲的是 闽南话 讲的不是台湾话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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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上面 没有台湾话 这是个名词 为什么这个世界 没有台湾话呢 因为 我们讲到哪一种话 构成的时候 要进入语言学 在全世界 学术界的语言学的科目里面 语言学的内容里面 从来没有台湾话 三个字 那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讲的是闽南话 闽就是福建 闽南话就是福建省南部的 这个地区的话 所以今天 很多我们 在台湾的朋友们 口口声声说 我们要讲 台湾话 我必须说 我们没有台湾话 如果你们代表台湾话 那些客家的族群 怎么办呢 那些 台湾的山地同胞 就是高山族 他们讲的话 怎么办呢 还有这些 大量的外省族群 讲的南腔北调的 怎么办 所以我说 用闽南话来代表台湾话 这种人 鸭霸 鸭霸条是闽南话里面 一句话 鸭是鸭破的鸭 霸是霸王的霸 可是我看到一种 一种拼音的方法 就是鸭子的鸭 鸡鸭的鸭 跟霸王的霸 我觉得这个翻译反得好 为什么鸭霸的翻译好呢 鸭就是公鸭 霸就是霸王 公鸭跟霸王 我在节目里面 讲过 公鸭要搞这个母鸭子 他不需要 争求你同意 也不需要求爱 干嘛 强奸 小霸王招亲 霸王要 搞美女的话 也不需要你同意 抢来上床 所以公鸭和 霸王的作风 就是不讲理 应来的 所以我说 鸭霸这两个字蛮好的 可是请大家注意 它是闽南语话里面的 两个字的音 鸭霸 它不是字 要把它变成字 又要求助于 其他的工具 那个工具啊 好不说 就是国语里面的 普通话里面的 公鸭的鸭 霸王的霸 或者是压迫的鸭 霸王的霸 台湾 本岛的 以台 讲台湾话 为荣 或者为使命的 朋友们 一定不服气 你李奥 为什么不讲 本土的语言 不讲妈妈的话 现在听好啊 全世界的 讲闽南话 就是你们所谓的 台湾话的人口 五千六百万 记住啊 五六零零 五千六百万 今天台湾 有两千三百万 还有三千三百万的人 比两千三百万多啊 他们讲同样的话 同样跟我们妈妈一样的话 可是 不在台湾 在哪里 主力 也不在新加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南部 换句话说呢 我们要讲妈妈的话 讲来讲去 他们的妈妈 比我们的妈妈还多 讲同样的话 你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讲的是他妈的话 你讲的是他妈的话 你还神奇吗 你觉得我才讲台湾话 对不起 你讲的是他妈的话 你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南部 这些妈妈们的话 还不觉悟吗 统计员一算 告诉你了 他的妈比你多 你讲了半天 你讲的是 用宣传的话 讲的是共匪的语言 还神奇 觉得我们台湾本土 讲台湾话 不讲台湾话 不爱台湾 讲了半天 讲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南部的话 这是爱台湾吗 这是什么逻辑呢 北欧里奥 用提出数字来 把他真相拆穿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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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 1959年 在台湾大学毕业 我是台湾大学 林许系的 跟我同届的 有的人 也同时毕业了 比如说 像 地理系的 潘于刚教授 地理系的 陈唐山 化学系的 李远哲 都跟我同届 当时的万文系 有我一位好朋友 叫做 景心汉 他是山西人 我的好朋友 景心汉 比景心汉 他们晚一届的 万文系 就是一群 现代文学派的人 白先勇之流 这些人 景心汉 他非常热爱 我们的国家 他到美国去以后呢 就辗转 回到了 祖国 在山西 在山西大学 服务 他那时候 讲了一句话 令我们很感动的 他说 共产党可能不要我 可是 我回到祖国 能够在街上 扫地 扫马路 能够把我的 效命于祖国 做一点点事情 扫马路 我都愿意 景心汉 去了大陆以后呢 还有一个人 就比他晚一届的 跟白相影同班的 叫陈若曦 陈若曦是 台湾省人 他们从美国 也跑到大陆去了 后来就碰到了 天翻地覆的 文革 这种变化 景心汉 一路在大陆 到今天 都没有再出来 他 对自己 遵守了这个承诺 可是陈若曦 最后受不了了 他就出来了 陈若曦 是白先永 他们这些 现代文学的 这个小团团里面 小团体里面 写的最好的 他比白先永 他们写的都好 可是他人 比较务实 比较厚道 陈若曦写一本书 在台湾 叫做 打造桃花源 他请我给他写封序 我给他写了 我说你不敢用 他说我敢用 我真的写封序 他不敢用 所以他就 把这本书送给我以后 他说 敖兄 多谢 你为我写序言 我虽然不敢用 我虽然不敢用 但永远 心存感激 这是1999年 陈若曦 送过我的书 这本书里面呢 有一篇文章 讲到 一篇序 有一个人写序说 陈若曦的 是非分明 其实反映了 他 极恶如仇的性情 常听他说 为了讲真话 不知得罪了 多少人 这几年 在本土话的口号下 兴起了 台语文学 台语文字 跟台语写作 但陈若曦呢 身为台湾人 却以为台湾国语就够了 不必花费宝贵的时间 另创文字 陈若曦 台湾人反对 搞什么台湾 闽南语的文学 台湾文学 他就反对 为什么陈若曦反对 他有一篇文章 叫做 谈台语创作 写得很好 他是说 今天还有作家 尝试完全用方言来写作 好不说用台语 例如闽南语 客家语 或者原住民 各族群的母语 如果没有汉字对照 对其他族群 或不懂自己族群的语言的人而言 造成阅读上的障碍 所以要坚持母语的执招 还是掌握更大的读者群 是两难的抉择 你用台湾话 所谓闽南话的 被台湾话吃掉了 我们就是台湾话 你可以讲得很溜 讲得很好 可是这样你写出来 你写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声音 没有文字 有几个声音呢 好不说 我讲恶霸 鸭霸 我拼出来 公鸭的鸭霸 霸王的霸 只能有几个词汇 好不说我们翻成杂 杂家的杂 什么软字 一个木字边 一个圆字 就几个字混进来 或歹视 表示我这个 好歹的歹 视你视 表示对不起 可能混进一点词会来 可是呢 它不可能形成一个语言 为什么呢 让我客观的讲好吧 不要说闽南话不好 不要说台湾话不好 而是来不及了 为什么来不及的 这种国语 就是普通话 它是经过多少年 培养出来的东西 当我李奥说的话 变成文字 这个文字可以上上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两千年前的史记 可以看到 三百年前的红罗梦 有这些东西支撑 所以这个语言 可以做文化交流 不单是文 我讲的 画 不单是画 有书在后面跟着走 闽南话 就是所谓台湾话 只有声音 没有文字 没有书跟着走 它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它来不及了 我们能够等两千年 等一个所谓闽南话的时机吗 我们能够等三百年 等一个所谓的闽南话的红罗梦吗 我们来不及了 那来不及 这个语言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现在的少数民族的语言 一样 就是高山族的语言一样 九族文化尊 九族 十族 十一族 你十 一百个族也没用 为什么呢 你高山族 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 更没有文字后面的 史记跟红罗梦 那些文化的传承 没有 没有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的语言上面 会被消灭 大家传播知识 你怎么没有书呢 没有文字呢 这就是说 闽南话不是不好 而是我们没有时间 去等两百年 三百年 两千年 三千年 我们等不及了 为什么等不及了 这个世界在变 所以像美国 他虽然独立了 他用的还是英文 为什么呢 他不要另外造一种文字 造一种文字 即使你造出来 没有文化基础跟得上 没有用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 我讲的话多么的客观 不是闽南话不好 不是闽南话不该学 而是学了以后没有用 没有用的原因 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 就不能够流传文化 学了半天 是学了一个落伍的声音 而不能够进入这个世界 用文明 用文化 用语言 用语文 跟别人竞争 所以学了半天 白学了 我在台湾 六十年 只离开了十二天 整天听到的 都是 闽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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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台湾话 台湾话 我不受影响 什么原因呢 我不要花我的精力 来学这个 落伍的语言 讲的话 上感情 对不对 上感情 可是学了它以后 我宁可花多一点时间 去学 有用的文字 什么是有用的文字 中文 英文 日文 法文 德文 都是有语文在背景的 有书在背景的 可以文化传承的 不要学 只有声音 而没有文字的 他妈的话 不要在这样浪费 我们的时间 李敖 雨妙天下 我们看陈若曦的文章 注意哦 他的纯种的台湾人 王真和六十年代小说 大量使用台语 像驾装一牛车 这本书 不懂台语的读者 就赶到 赶到绕口 个别词汇 甚至莫名其妙 到了七十年代 从小林来台北起 王真和改变了 方言就减少了 然后呢 最后写人生歌王的时候呢 全都写标准的国语写作 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 应用台语 写 今天所谓的台湾文学 是失败的 是骗人的 你得要讲的话 不爱台湾 我告诉你 爱台湾的人 什么结果 请看 自由时报 不说母语 没有祖国 根据我刚才所说的 你说了母语 对不起 是别人的祖国 如果你认为 中国不是你的祖国的话 那么你现在说的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南部的话 你就用的是 当的是别人的祖国 错的是你 所以 以本头语言 抢救台湾地区的弱势语言 对不对啊 这是语言学家的理论 错的 为什么 看没有 全世界 每两周 就有一种 语言死亡 弱势语言 出局了 英国在 十六世纪的时候 教堂讲的是 法文 大学讲的是 法文 国会讲的是 法文 吵架讲的是 法文 宫廷讲的是 法文 英语是个小的语言 弱势语言 是个方言 结果十六 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 现在英国是个强势语言 什么原因呢 因为它是正确的强势语言 有文学跟在后面 莎士比亚 维克里夫 跟在后面 台湾 台语有吗 台语没有这些东西 台语后面是一片的贫乏 并且没有文字 所以 今天 提倡我们说学台语的人 第一个我讲过 是 学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南部的 他妈的话 第二 学这个语言 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它没有文字跟在后面 是失败的 是文化不能传承 所以 台语的前途 是死亡 可是 有很多人说它 尽管说 可是 当你把它放在学校里面 让它 给小学生来学 占了小学生 中学生的 时间 宝贵的时间 这是我们的错误 小学生 中学生 他们要用同样的时间 去学英语吗 学更好的英语吗 为什么要同样的时间 要学妈妈的话 妈妈的话 自然会就好了 自然淘汰就好了 运气好 能活下去 运气不好 就是属于一个语言性的死亡 即使语言不死亡 可是语言 遭受的压力 也是很恐怖的 看看今天的法文 就看到了 当年 法文是那么强势的语言 可是在现在的世界 英文对法文的压力 是这么大 几乎要挤开 法文 要挤开 西班牙文 可见 即使是一个强势的语言 都在为生存竞争而挣扎 我们为什么 要依靠一个完全弱势的语言 去想抢路这个世界 这是一种荒谬 再讲一遍 所谓台湾话 根本没有这种话 台湾文学 是一个虚幻的文学 我们要相信正统的中国文学 也相信正统的中国语言 闽南话在中国语言里面 使用的族群是排名第四 并且它没有语文的支撑 我们只有靠普通话 靠国语来延续我们的文学 当然那个文学 就是台湾文学 如果我们不这样子觉悟 广想 走台湾文学的路 整天把闽南话 当成台湾话来讲 那是一种 自欺欺人 台湾这个岛上 自欺欺人的项目 很多 语言上面 就是最荒谬的一种 今天我特别把所谓没有台湾化的理论 讲给大家听 并且把数字告诉大家 再也不要走这些开导车的路线了 很多人爱台湾 事实上他们爱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建省南部的 那一群的妈妈们 他们完全爱错了 聪明的台湾人 要跟李奥走 不跟李奥走 而跟所谓的教育部走 闹了二三十年 只出来三百个常用词 还是依附在汉语上面的 生吞活泼的所谓的台湾话 大家不觉得很好笑吗 请跟李奥走 再也不要走错了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的眼 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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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我是谁